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强审理的标志 那么S85有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被拒呢 比如说有的申请人过去有违法的记录 或者有身份违反规定的记录 这个如果你身份有gap 有空档 也可能是245k可以cover的 看具体情况 有的人有护照的过期 或者有的时候以前申报的情况不实 人民局认为欺骗的行为 那么这样的被拒可能是五花八门的原因 批准有时候比较简 就像如果你的I140或者130批准了 你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移民官给你批的 如果是被拒了 或者是收到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那上面都有移民官的具体代号 那么类似的申请遇到问题 有的人是有家庭暴力 或者原来违反法律的其他的行为等等 那么比较常见的一种 有的是申请人过去的党员身份 大家知道中国有十几亿人口 将近九千万党 所以显然申请绿卡的人里面 曾经是党员的还是比较多的 也说明是党员身份本身 并不影响绿卡的批准 但是还需要认真对待 过去我们的观察看到的 往往是一些美国南部的一些州 可能有些人认为相对比较保守的地方 比如说有的德州 以及这个Deep South一些地方 然后对于党员身份 有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查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南方北方 都有包括一些传统上认为 比较liberal的一些地方 沿海地区北部一些州也有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说如果说你在面谈以后 收到了移民局的通知 说要求补充材料 甚至你的485因为这个原因被拒了 应该怎么办 这里申请人有的时候 有一些常见的误区 关于党员的一般信息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视频 是吧 常见的问题 有的申请人可能了解移民官 会问到哪些问题 希望你都做了这个功课 相应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然后做出充分的准备和回答 但是在这个思路上 在具体的交流上 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申请人 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来美国或者说退党超过五年 这个按说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证据 可以说算是豁免不能拿绿卡的情况 但是有的申请人过分强调说 我有按照党章的规定 已经不再是党员了 所以你看有这一条就够了 有的时候移民局会问到说 OK 你有没有党长后面还有后半句话 还讲到说接着要开党员大会 把你除名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有没有收到这么一个文本通知 绝大多数人恐怕拿不出来这种证据 即使能够拿出来 也不一定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这是一个误区 或者有的人说 我出国前或者我父母 我的亲友 又替我交了多年的党费 甚至预先交了很多年的 怎么办 还有的时候 有的人回答说 你是否是自愿入党的 觉得说不容易回答 或者有的时候讲到说 入党是因为工作原因吗 或者因为奖学金 因为升学原因 如果不入党 能不能找到工作 能不能升学 有的人的回答是 我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不一定能上这么好的学校 等等 这个不一定是移民局接受的答案 目标不是要看到你说 因为入党而得到了什么好处 或者说如果不入党 可能会错过什么好处 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有的人比如说可以引用法院的判例 这个在美国国务院的文件里 也讲到了 是吧 就是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只是挂名的 没有实际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见到有的时候 移民局会讲到 你这个具体情况和著名的判例是不一样的 那判例里面 申请人可能加入的组织 他不太了解 是共产主义性质的 比如说也许是叫波兰农民党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外围组织 和中国共产党的区别 遇到这些新的情况 面对比原来更严格的标准 应该怎么应对呢 我们帮助过很多这类的申请人 然后包括身在中国的 在美国的都有 一般来说在补充材料 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以后 都可以得到批准 那么申请人联系我们 是在不同的stage 从一开始准备申请 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为与筹谋考虑到 然后又帮助来准备材料 也有的时候申请人是在收到了移民局的通知 不管是面谈以前还是面谈以后 要求补充材料的RFE 或者甚至是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ny NOID 或者有的申请人 他的S85已经被拒了 然后又联系到我们重新提交申请 或者上诉以后得到批准 我们在这个频道 这个系列里面 也有一些其他的视频可以参考 包括我们前一段录制的 在S85重新提交以后得到批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两个例子 有一个是在收到要求补充材料 或者被拒的通知以后 然后又经过我们的努力 得到批准的案例 首先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这件事情 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 申请人需要认真思考 结合自己的情况 不要刻舟求见 想到说有没有任何通用的模板 我只要换一个名字就是了 然后这个不太合适 然后也不见得就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 你认真思考 可以用到的证据很多 比如说包括有各种文学作品 著名的小说电影 有一个叫1984 这个是英语世界流传最广的小说之一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情况 那么在中国也有很多 比如反映文革 大跃剑等等 这方面的作品 或者个人可能也有自己的家人的亲友的亲身经历 别的有的时候还可以用到来自朋友的证明信 然后也可以帮助达到目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 大家知道 I-601的豁免 此前我们也有单独的视频讲到 根据我们目前的观察 I-601相对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 好 下面我们讲一下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这个主申请人 他的EB1-I140 在2017年批准了 然后他在2017年的5月 提交了I-485调整身份 拿绿卡的申请 接着他2018年在移民局地方办公室的面谈 在西海岸 然后2018年的6月 收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问题是关于过去的党员问题 那么移民局要求申请人提供一个证据 说证明你过去的党员身份确实终止 申请人收到了这样通知以后 联系了我们 我们帮助他准备了回复 申请人没有可能说 从中国的党组织得到什么正式的文件声明 说他的党员身份终止了 但是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提交了I-601的豁免 以及其他的解释 证明申请人符合条件 提交了以后 在2019年的上半年 他的I-601得到了批准 然后大家知道 最近EB1的排期 在今年7月排到了2017年5月 那么申请人的I-485 也就及时得到了批准 没有耽误任何时间 接下来的一个例子 是I-485的副申请人 他的I-485在2017年的4月提交了 然后当时在他的州 移民局很快就安排了面谈 接下来在2017年的下半年 因为他面谈中有一些问题 收到了NLID预备拒绝的通知 也是因为过去的党员身份 然后他回复了以后 在2017年的下半年 收到了来自移民局的NLID的通知 因为过去的党员身份 在回复以后 他的I-485在2017年底被拒了 被拒以后他联系到我们 然后我们提交了Motion to Reopen 重新开案来审理他的I-485 同时我们也提交了I-601豁免的申请 那么接下来他的I-601豁免在2018年3月得到了批准 他的485转到了National Benefit Center NBC 然后在2018年的下半年获得了485的批准 所以根据以上的例子总体来说 我们看到如果说过去曾经有党员身份 那么如果符合I-601的条件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要什么条件呢 就是说你的直系亲属 你的配偶或者子女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绿卡 那么如果你有在美国出生的孩子 不管你是孩子的父亲还是母亲 或者呢 如果你的配偶的绿卡批了 但是你的没有批 那么你都符合I-601的这项条件 I-601呢 并不要证明所谓叫极端困苦吧 叫Extreme Hardship 并没有这个要求 对于党员身份 如果是其他的I-601豁免是有的 对党员身份的人呢 只要证明说你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那么从家庭团聚 人道主义的原因 从这方面 如果你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 并且陈述 那么这个申请就可以得到批准 像前面说到呢 根据我们的观察 你这个提交了I-601呢 目前还是比较容易批的 那么我应该不应该交这个I-601呢 对我自己的具体情况怎么来决定呢 比较简单 我们认为呢 如果你的申请还没有提交 你认真准备 如果你符合其他的条件 准备好了 你可以避免叫这个I-601 是吧 那你这个 这样呢就节省了时间 精力和金钱 但是如果你的申请 在面谈以后 已经收到了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甚至申请被拒了 那么如果面临这种情况 那么为了最大化 申请批准的机会 减少麻烦 你在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要交I-601 另外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也会主动要求你提交这个I-601 获免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当然也可以提交 I-601呢 不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但是呢 可以是说 One of the last resorts 可以帮助你取得485的批准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绿卡面谈后 要补充材料或者被拒怎么办 有更多问题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 �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